好 我们前面构造到了 这些对于每一个0和1之间的有理数R 我们构造了一个开极VR跟它的臂包 使得它们一层一层的这样 被一个被另一个所包住 那么下面我们把这个VR 推广到所有的有理数Q里面 你要推广 到Q 我们定义对于Q里面的R 我们定义VR是等于 如果R是小于0的话 我们让它为空级 如果R是在0和1之间的话 我们用刚才我们构造的VR 然后如果R是大于1的话 我们就用X在一个构造 那么在这个构造情况下 我们考虑下面的集合 我们考虑所有的R在Q里面 给定 对给定的X里面一个点小X 我们定义下面一个集合 R在Q里面 使得X不在这个V 下面R里面 再看一下这样一个集合 那么这个集合 我们首先我们知道这个集合 不是空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小于0的R 是空级 然后X总是不是在空级里面元素 所以所有的这个小于0的有理数 都是这个集合里面的子集 小于0的有理数 都是这个集合的子集 那么另一方面 这样一个集合 是不是有上限的 为什么说它有上限呢 因为当R大于1的时候 这个X总是在X里面 在大X里面的 所以它的上限 比如说2 就这个集合的一个上限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根据 有理数的 有理数 实数的 那个一个重要的性质 最小上限性质 我们可以 找到 这一个 集合的一个 最小上限 根据 实数的 因为这个 是有理数的子集 也是实数的子集 根据实数的 最小 上限性质 存在 最小上限 这个集合存在一个 最小上限 那我们就把这个 最小上限 我们在数学里面 是用SUP来记 最小上限 这个集合的 最小上限 我们就把它定义为 这个我们要够到 这个映射F 在X上面的 那个值 这个最小上限 就FX 这个值 我们先来看 这FX 满足我们后面 这个条件 对所有X 在A里面 FX等于A FX等于0 我们的AB 就是01 这样一个 B区间 所以 对所有在A里面的X 我要先看 这个FX 是等于0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 如果 X 在A里面的话 那么 它就在所有的 我们构造的 这些V里面 为什么 因为我们V0 已经是包含着A的 所以 对A里面的任意点 X 它总是被包含在V0里面的 但它同时 是不被包含在 小于0的 有理数 这个VR里面 所以 这个 在QX 不属于VR 其实就等于 这个 负无穷 到0 就所以 小于0的 这些有理数 那么 也是推出 它的最小上限 其实就是0 就推出 FX 是等于0的 听说 在A里面的点 FX 都等于0 好 下面 注意练习 大家回去 证一下 这X 在B里面 FX 总是等于1 这样就满足了 我们后面的这个条件 好 我们再给一个练习 证明对于所有 X里面点小X FX 总是在0和1之间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 前面我们 自己证到了 这个A上面的点 都是 FX等于0 B上点 我们给一个练习 FX都等于1 那么对其他的X 它在0和1之间 这样是使得 这个值域的条件 也得到了满足 好 那么剩下的部分 就证明 F是连续的 那怎么证明 F是连续的呢 我们知道 时数 有一个G 是开区间 是时数的一个G 那么 作为时数的子空间 01的B区间 也能够 用开区间 找到它的一个G 那么我们只需要 证明 在开区间里面 我们能够 在如果 如果对于每个点X 在这里 而FX 是 在 某个R和S之间 这样的开区间 RS 是时数 这样开区间里面的 一个 一个FX 我们总能找到 一个 开极U 在X里面的开极U 使得 FU 也是 包含在 RS之间 就可以了 我们找到 这样的U 我们就可以证明 它是连续的 好 那我们就 给定这样一个 点X X这样一点 好 那么 因为 这点是在 R和S之间 RS是时数 根据时数的一些性质 我们知道 我们总可能 可以在之间 塞进一些有理数 所以 存在 有理数PQ 10的 这个 R是小于P 小于FX 小于Q 小于S的 好 那么 我们找到 这样的PQ之后呢 我们构造以下的 集合 构造 U 等于 VQ 出去 VP的 B宝 我们知道 我们从构造 知道 如果P小于Q的话 VP在这边 VQ在这边 而且VP的 B宝 必然在VQ里面 我们可以构造 这样一个 一个集合 并且这个集合 明显的是一个 开集 在开集里面 除去一个B集 必然是个 开集 好 那么 这样之后 我们怎么 我们怎么证明 我们上面的这个 想要的东西呢 我们想要证明 FU 是RS之间 好 我们作为练习 给大家回去证一下 第一 首先证明 X 这个给定的X 这一点 的确是在U里面了 然后第二 证明 对于所有其他一点 Y在U里面 我们总有 P小于等于 FY 小于等于Q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完成这个练习之后 你们会发现 那么FU 既然是 总是大于等于P 小于等于Q的 那么它 必然也是 大于R 小于S的 所以我们这里 就得到了证明了 所以FU 是RS这个开区间 里面的一个子机 那么这样 我们就证明了 这个物雷凶定理 这个F 是一个连续映射 我们刚才证明的 物雷凶定理 在托普上面 有很多的应用 譬如说 最简单的情况下 我们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正规空间 我们想构造一个 进去R的连续映射 使得在某些点上 取一些值 在另外一些点上 取另一些值 另外一个值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物雷凶引领 对这个进行一个构造 得到一个这样的连续映射 那么另外一方面 物雷凶引领 在很多大定理的证明里面 也需要用到 这个物雷凶引领 它其中一个有名的 就是这个物雷凶 度量化定理 那什么是物雷凶 度量化定理呢 什么是度量化呢 我们前面提到过 所谓的度量化 就是 我给定一个托普空间 我们能不能 找到一个度量 使这个度量 产生了度量托普 跟原来给定的托普 是一样的 如果能够这么做的话 那么这个空间 就被称为 可以被度量化的 那么 这个物雷凶 度量化定理 就给出了 这样一个度量化的 一个充分条件 那下面我来写下 这个度量化定理的命题 物雷凶 度量化 定理 它说的是 任何 第二可数 比如说 有个可数的机 第二可数的 T3空间 是 可以被 度量化了 那么这个 这个定理的证明 比较技术性 我们就不在这 进行证明 那么我们 但大家可以 有兴趣 可以到网上 看一看 很多这样的证明 在网上比较长 但有耐心 可以读一下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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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